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野心勃勃要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袖 要当全人类的领袖 不过习近平当全人类领袖的最大障碍 倒不是美国总统 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昨天普京出了一招 让全世界亮瞎眼 也让习近平羞愧无地自容 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 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两名记者 一名是菲律宾新闻网站执行长雷莎 另一名是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总编辑穆拉托夫 他们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表彰他们在坚持言论自由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莫拉托夫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人 也是第一个获得奖的俄罗斯联邦的公民 在此之前苏联物理学家哈萨罗夫和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也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莫拉托夫领导的俄罗斯新报是当前俄罗斯最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报纸 不仅批评普京政府还经常揭露普京政府的丑闻 新报就是揭露俄罗斯官员的腐败 操纵选举还有俄罗斯在海外的雇佣兵 以及普京的私生活这些问题都进行大胆的报道 经常是让普京总统很不舒服 莫拉托夫出生于1961年今年60岁 他在前苏联时期是担任共青团真理报的编辑 1993年莫拉托夫和数十名同行的记者一起创立了一份新报纸 他的目标要创立一个诚实的独立的刊物 真实的报道俄罗斯的实际情况 莫拉托夫创办了这个新报 得到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他办报的资金部分就是来自戈尔巴乔夫 从1990年诺贝尔奖和平奖取得的奖金 莫拉托夫的新报被称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报纸 因为盖报纸记者先后有六个人被暗杀 以至于报社不得不给那些记者雇保镖 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那么这次诺贝尔奖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俄罗斯的反体制报纸的主编 其实也有想羞辱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意思 至少让普京感到很难堪 人们就预测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普京的政敌新报的主编莫拉托夫 一定会让普京勃然大怒 他就会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抗议 要把这个莫拉托夫给抓起来 要和西方国家对着干 人们慢慢没想到 普京居然向莫拉托夫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 在莫拉托夫获诺贝尔奖的新闻出来之后 克里姆尼共在第一时间就向莫拉托夫表示祝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 莫拉托夫既有才华又很勇敢 毕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理想 诺贝尔和平奖对他是高度的赞赏 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普京这一招是让全世界都亮瞎的眼睛 也让诺贝尔奖委员会自己尴尬 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莫拉托夫和平奖 是表彰他坚持言论自由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而普京对莫拉托夫获奖表示祝贺 那反而普京就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支持者了吗 也就说明俄罗斯不存在压制新闻自由的问题了吗 所以普京这一招反过来让诺贝尔奖委员会自己尴尬了 普京这一招也让北京 特别是让习近平也非常的尴尬 北京官方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报道极为低调 各家媒体基本上都是转发中国新闻社的一句话简讯 说诺贝尔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刚刚宣布 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马利亚雷莎和德米克里莫拉托夫表彰两人做出的贡献 北京这条新闻故意不提这两个诺贝尔奖获奖者做出了什么贡献 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这样的话了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国际版也转发这条新闻 但很快就遭到屏蔽 打开这个新闻只能看到404的字样 所以不少中国大陆的网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感叹说 普京还是有领导人的胸襟和气度的 在诺贝尔奖颁发之前很多人预测 香港的苹果日报主办人黎智英 有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国的和平奖 因为从坚持新闻自由方面的贡献来说 黎智英完全不亚于菲律宾的雷莎和俄罗斯的莫拉托夫 甚至还对他们有所超过 因为黎智英他是为了坚持新闻自由 自己被关进监狱了 更应该对他进行表彰 至少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增加一个名额 让菲律宾的雷莎 俄罗斯的莫拉托夫和香港的黎智英共同获得 在此之前 黎智英其实获得过不少的奖项了 在2020年 黎智英获得了无国业记者组织特别奖 2021年黎智英又获得了杜鲁门列根自由奖 在2021年9月 黎智英再次获得美国宪法中心 2021年度自由勋章奖 2021年9月的美国宪法中心就宣布将2021年度的自由勋章奖受于沙特妇女权力活动家 哈特卢尔和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但是黎智英却无缘获得最高级别的诺贝尔和平奖 这显然是北京在背后运作的结果 北京也预想到黎智英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于是就事先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 通过比如像这个贿赂收买这样的方式 最后终于熄灭了黎智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 北京在国际上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所谓贿赂收买的手段 还对这个沾沾自喜因为自己的手段很高明 可是呢俄罗斯却不屑使用这种贿赂收买的手段 因为贿赂收买对方就是表示你害怕对方嘛 所以你才要向对方去输送利益 来换取对方对你不要打击 俄罗斯使用贿赂收买的方式去收买诺贝尔奖委员会 不要授予俄罗斯的反体制派记者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应该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普京干这样的事情 不但不会成为普京的成就 反而会成为普京的耻辱 因为普京如果出钱去收买诺贝尔奖委员会 不要授予俄罗斯反对派记者和平奖 那首先就表现出来 普京很害怕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记者嘛 所以他才要去花钱去收买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 不要给他和平奖 那么普京就要表现出来 他什么人都不怕嘛 他当然不会怕这个反对派的记者 所以如果他要是用这个收买的方式 就显示出来他害怕反对派记者 对于普京这样的强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莫大的羞辱 其次呢 如果普京出钱去收买诺贝尔奖委员会 也表现出来 普京害怕诺贝尔奖委员会呀 这对于普京这位强人来说 同样是莫大的羞辱 普京所谓的强人 那就是信奉这个强硬嘛 就是和你硬对硬的硬干 不会去干那个背后收买贿赂的事情 而且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 在国际上也很少去使用 这种贿赂收买的办法 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 收买贿赂对方 那就是一个懦夫的表现 不是俄罗斯人战斗民族的风格 不过北京就特别喜欢 这个贿赂收买背后在干这样的事情 而且还把这个事情 当做一种很光荣很能干来宣传 前一段时间呢 北京就通过背后这个贿赂收买这些事情 就搞定了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赛 当时候北京是非常得意 它是作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来宣传 把这个谭德赛我们花钱搞定了 可是没想到这个谭德赛又被美国来一个反监际 一转身又背叛北京倒向美国了 把北京气得是干顿眼 因为北京出钱去贿赂收买谭德赛 也让谭德赛意识到北京害怕他们 所以才要去出钱贿赂他收买他们 所以北京越是贿赂收买谭德赛 反而让谭德赛越不怕北京啊 他一看有机会就倒向美国那一边 吃完原告吃被告 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啊 他主要靠这个智慧勇气 他也不是靠贿赂收买 那么这一次诺贝尔和平奖事件 也表现出来俄罗斯总统普京 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那北京来说呢 他们对付美国就喜欢搞这个贿赂收买的办法 对付俄罗斯呢 他也是喜欢搞这个贿赂收买的办法 经常花很多钱去买俄罗斯的商品 出高价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之类的 可以说是当冤大头给俄罗斯好处 北京给了俄罗斯这么多好处 俄罗斯却不怕北京 甚至他对北京啊 表现出来一个满不在乎的样子 相反的俄罗斯从来不花钱去贿赂收买北京 可是北京最怕的就是俄罗斯 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花钱买不来尊重 也买不来敬畏 这一点北京应该想明白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久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